要说2020年用一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 快 过得太快了 未咋第一年了 记忆中的2020年有无数难忘的瞬间 让咱们泪花闪闪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如其来 打得大家是措手不及 关键时刻 国家动员 全民参与 医护人员 社区工作人员 军人 公安干警 志愿者都义无反顾 迎着死神勇敢逆行 那是相当感动了 今天让我们用镜头 一起来盘点 重温那些感人的瞬间 2020年初 拥抱曾是种奢望 冬去春来 终于能好好抱抱你 这拥抱是感谢 是不舍分开 绽放灿烂 绽放灿烂 寻找微狂 慢慢发现 轻功一致都 是久别重逢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 投射一道光线 迎着阳光 就能看见 彩虹落尽于天 是说不尽 是说不尽的爱 说眼泪都点缀 世界的夜晚 过时只是 整个故事 被读完的前一半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 当生活重新有了烟火气 每个拥抱 都想好好珍惜 愿深爱的人 都能紧紧相拥 看看现在世界风景 这边读好 很多老铁都在感慨 现在能够感觉到 身为中国人的骄傲 我相信这话是 发自内心的 因为在灾难面前 总有一种力量在迸发 这种力量浓缩成四个字 就是家国情怀 于是我们才看到了 这么多舍小家 为大家的感人瞬间 告别的拥抱 重逢后的拥抱 让我们对生命 有了新的认知 是一种力量浓缩成四个字